同样是五大明星 红金宝为何不带见小弟成龙 直到看到红家班与成家班之间的差距 才发现红金宝真的没有说错 70年代时 红金宝带着一帮兄弟成立红家班 而他创立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服务 而是要将其打造成一个电影帝国 如今红金宝也真的做到了 因为在拍摄电影过程中 红金宝善于发现他们每个人的特长 为他们创造不一样的机会 师弟元华虽然身手不好 但长相并不出众 于是在红金宝的建议下 开始演起了反派 凭借东方秃鹰 急动奇侠等多个电影 成为很多观众的噩梦 除元华外 还有钱佳乐 当年在拍摄龙之心时 有一场戏是需要从七楼跳起来 且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别人都不敢上场 但唯独钱佳乐不一样 不仅挺身而出 而且还完成得十分出色 也正是这种不要命的精神 五星中脱颖而出 与他相似的还有很多演员 例如邹绕龙 林郑英等等 都是在红金宝的帮助下 找到了自己的电影风格 成功大获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这些知名演员外 红金宝对班里每一个人都很好 不仅给他们都买了保险 而且在发现他们的特长后 还会主动让出主角之位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 红家班为何火了这么多人 与之相反的就是 成家班就像是私人的一个小队伍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职务 但目的都是为成龙服务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成立这么多年来 班里就直火了成龙一个人 也正是因为如此 红金宝才会对成龙的电影 一直嗤之以鼻 不过就算红金宝如此评价他 成龙也不敢丝毫生气 就算是当众挨骂也得陪笑 而且被红金宝当众占便宜 成龙也只得积极配合 成龙之所以这么谦逊 都是因为红金宝是他的诗歌 从小被打到大的 有了这份长年的威严摆着 成龙想不听话也难呢 不过别看红金宝地位如此之高 也曾被一个女人当众羞辱过 这绝对是红金宝此生最耻辱的一次 被徐子齐母亲嘲笑是谢兵谢将 2000年 红金宝的儿子洪天明 凭借嘴甜成功拿下女性徐子齐 二人还在矮潮里共度了不少的时光 徐母在得知此事后 不仅被气到不行 而且还找到女儿表示 培养你这么久 不是让你嫁瞎兵谢将的 因为徐母对女儿的目标 可是将其送进豪门 而且为了斩断女儿这不该有的恋情 于是徐母连夜将其送到国外进修 在留学时认识了李兆基的儿子李嘉诚 为此徐母十分高兴 所以徐子齐在母亲的引导下 正式与红天明分手 此事在传道红金宝二中后 也被气到不行 直接怒怼 除了会掉金龟穴还会什么 就这样一对十分恩爱的鸳鸯 被活生生地拆散了 不过徐母的话触动了红天明的神经 他也认识到自己能有如今这一切 都是依靠父亲 所以分手之后 他拿出了拼命三郎的精神 各种不要命的拍戏 最终凭借出色的演技 红天明在圈内成功站稳了脚跟 还娶了港姐周家卫 有了两个孩子过得十分幸福 而反观徐子齐 虽然成为豪门阔态 但他也变成了一个声誉机器 二人之间的差距也算是狠狠打脸的 徐母当年的嘲讽 除了此事之外 红金宝脸上的伤疤 也是他至今都不能提的羞辱 当年林正英与小弟们在外消遣 与某黑帮混混产生了纠葛 为了化解 林正英找来大哥红金宝 该混混找来陈慧敏 因为红金宝与陈慧敏都是功夫明星 所以二人便约定来一场比试 谁知还没几个来回 红金宝就被陈慧敏一拳打到嘴部鲜血直流 导致伤疤依旧还在 不过红金宝对此不服气 只表示这是小时候留下的疤痕 可见这是红金宝不能提及的痛 同样是红金宝的老婆 二人下场为何大相径庭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 在迎娶港姐高丽红之前 红金宝还曾有一个外国老婆 1975年 红金宝在韩国拍电影时 认识了韩籍女星曹恩玉 二人不仅工作日余 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而且还迅速闪婚 婚后曹恩玉还跟着丈夫一起到香港生活 甚至为了也能让她专心发展事业 曹恩玉选择在家当家庭主妇 但谁知如此之大的付出 却换来的是丈夫的忘恩负义 因为随着红金宝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身边的女徒弟越来越多 尤其是小她16岁的高丽红 红金宝对其更是照顾有加 对此曹恩玉心灰意冷 在1991年提出了离婚 但让曹恩玉没想到的是 红金宝不仅没有挽留 而且在离婚没几天 就为高丽红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还邀请了曹恩玉所生的孩子们来充当花童 而且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红金宝婚后没多久 就再次暴露了风流本性 但高丽红却只凭借一招就保住了地位 那就是容忍 因为当初她就是这么上位的 所以面对这些绯闻 高丽红表示只要丈夫说这些是假的 那肯定都是假的 甚至夫妻二人出席活动时 被当众问其他的女明星时 高丽红也依旧保持着微笑 不得不说 同是红金宝的老婆 在面对绯闻时 一个选择愤然离去 一个选择坚持相信丈夫 也难怪二人下场会如此不同了